语言语书第二章第十一节 岂有一个换了他的神 其实这不是神 但我百姓将他们的荣耀 换了那无益的神 每一个时代 每一个人都是由这样去开始 使他配得神的大灵 使他配得神给他的救恩 给了救恩 接着他就有这个重生生命 去找出属于他那个时代 他要接的寡胖 而事实上我们看到人类历史 如果没有这一帮人的话 根本就没有这个所谓 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这个城 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就是 他创造了人类出来 藉着这个神所被人类的时代 计划一群人 而这群人是对全人类历史当中 都证明给他们看他们尋找到神 而并且尋找到一个很难的千古迷体 因为每一个时代都在变成的 神的时代计划 明白吗 到现在来说 只不过你看到石安章这件事都贯通了 但是那个时代当中 阿伯罕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 摩西都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 他不知道自己带以色列出埃及时 原来是为了建立了这个会幕 这个节旗 而里面那个就是神时代计划的时间表 他不知道的 明白吗 你会看到他们每个人都是寻找他们自己的部份 而那部份又跟之前那是很不一样的 记住 仍然我那句 神是可以写到每一个时代的时代计划是一致的 他可以做到的 是吗 他设定的 他今天是有了时代计划才去创造人类的 但是问题神是刻意地做的原因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够偷偷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来自心灵诚实底下 是诚实地面对自己的污慰 去改变自己的错误 而使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 圣结公义底下 去跑到现在 所以今天 譬如你听过这个讯息的时候 你可能以赴在石庵当中 你有机会在石庵当中 使你成为领袖 甚至是全职 但如果你不懂得 他真是公黑忌心 是不断使你精益求精的话 其实你是会被撇弃的 你知不知道 你以为神是猛的 你真的以为神是要求那么低 神从来不是要求那么低 在每一个时代当中 你看看神所要求的人 怎样去找到那个时代的计划 而找到之后 是神特意要这样变发的 导致上一代的人可以逼迫下代 明白吗 就像这十兄弟逼迫弱室一样 将他卖了为奴隶一样 你会看到神是特意用这样的废物来用 因为上一代的復兴 会出了一班二世祖出来 这班二世祖 神就索性将他变成废物 让他变成下一代的逼迫 就像素来逼迫大卫一样 因为这样而塑造了大卫的性格 而事实上这十个哥哥 也会塑造到弱室 他的性格 所以你要看到十兄弟有生之年 他们从来没有一官半职 因为神从来没有用过他们 但现在你就见了 现在你从这样的概念 你就理解了 原来神在会的时代当中 就试下一个这么純朴 这么简单的方法 让我们每一个人去寻找 而事实上这个寻找 可以说是一个很具挑战性 和考验的旅程 因为你寻找到最后 你发觉神带领兴 竟然不是走回之前那一代的人 所做的事 原来你那一代是完全夹身的 是神设定的 神设定在人类历史当中 根本是完全没有冷场的 而事实上一代接一代的更替 就到我们最后这一旁了 到我们这一代 我们就终于明白了前面所做的 所有东西 他们全部都真真正正的 是神去带领他们 但问题是 这些人能够跟到神的原因 是他们在自己的时代当中 是从他们的良知 从他们的良心 从他们改变自己 从他们脱去救人开始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不要说是跟神 那个时代的那个计划 你只跟着上一代所做的事 都已经不容易 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到那时候 主耶稣的时代 马达提亚之后的一百年 到主耶稣的时代 做法利错人都不是一件意识 你知道吗? 有加玛列门下 有不同的门下 他成为这些 叫出名的法利错人 但是神不是要主耶稣的时代 每个人都会发利错人 神要主耶稣的时代 每个人都跟从主耶稣 所以如果当你这样理解的话 你就会发现 神真的很有智慧 但同样你就会发现 神所赐下灵修的时间 灵修的这个心态 是原来是对我们的帮助员 是这么大的 因为原来我们跟着神的时代计划 是不断要使我们跟圣灵同工的 是不断要使我们在信仰上面 不断去苦全清 使到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不会因为忧伤而离开 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一件事 若可惜就是很多人会鄙视这些 因为他觉得 他被人认可 他已经被人认可 他觉得已经可以跟着 这个復兴当中 去拔车边 可以一起在復兴当中 有一观本职 如果你听我刚才说的 神时代计划的那个进程 神在时间之外 人类都未出世之前 已经设定了 你以为你这样偷鸡的方法 在这个计划的过程当中 你会怎样呢 我都不敢等你 去想你的结局是怎样的 你知不知道 是没得偷鸡的 弟兄姊妹 因为每一点都是精打细算 每一样东西都度过的 你只不过可能在这个復兴当中 成为一个雅力 一个阻力 是使人家健壮 你可能在这个復兴当中 只是一个肥田鸟 明白吗 阻力的意思就是 你知不知道在我侍奉这么多年 有多少的领袖 根本在我这间教会的阻力 根本去做的事 全部都要我执手尾 你知不知道 很多时候他们的存在 就是我要帮他们不断执手尾 为了锻炼我能够 看通了很多的事 有很多的经验 到教会大时我懂得如何自传 列定很多的原则 去管理我身边的存职 或者这些领袖 免得他们很多时候放松 他们自己会有惰性 你知不知道 有多少这些肥田鸟 多少这些雅力 在食安顿程当中 使得我学了这些东西 弟兄姐妹 我想让你知道 原来在我们的信仰当中 是不能偷鸡的 你偷鸡的话 其实你已经入了局 因为神一早已预定了 在未来不久的将来当中 你最后就只是发挥了 你最后的工作 可能成为雅灵 或者肥田鸟 你一定要是心灵 诚实去跟从神 你不能够用欺骗的方法 你不能够 你仍然是 凭着你的旧人的喜好 过你的生活 明明你知道 自己可能的生活 或者习惯已经失见症 你是不改的 没有人能改到你了 已经你在那个身份当中 已经没有人能改到你了 于是你觉得 我可以在这里 开始软弱 开始犯罪 但是你记住 现在你看 整个你现在参与一个 这么伟大的福兴 其实你能够够够呢 如果你不够够 你还偷鸡 你还有本事想着偷鸡 而觉得神没有本事审判你 我觉得你是神仙 我觉得即正是神仙的 神是有本事 在你偷鸡的时候 去审判你 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十一节 喜有觉换了他的神 其实这不是神 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 换了拿无益的神 心心 心 心可想 跟着力人 怕 随着你 尝与切心 興奋 心 燃命感 珍惜你爱 人生不需要 忧憑 尝供你的半战痕 人生中找到你 我每个月成定欢迎 满载主的人的怜悯 人生中找到你 已脱退救人罪女苦困 我每天心与心的根深 信靠着你 每日无愧无后 信靠着你 本事神之呼音 信靠着你 每日每刻 心感振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